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Jumpo的頻道 上一集就說到快閃完台中探望我姐姐還有我兒子之後 今晚就搭夜機出發前往曼谷 開始之前大家記得訂閱我 訂閱和按下旁邊的鈴鐺 有什麼新片就不會錯過了 由於太航出發 兩個半小時前就能確認 我們已經提早了 搭捷運去到機場附近 我看到還有時間剩下 就去了附近的Outlet走一走 搭捷運去到桃園的高鐵站 那個Outlet就是在高鐵站旁邊就看到了 一去到就打算找一個Locker 放入行李 誰知找了超過一小時 都找不到一個空的Locker 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天氣和香港都是這麼熱 還有這裡大部分的位置都是沒有冷氣的 是一個露天Outlet的設計 推著行李箱就到處走 我那天就覺得好像走廣東那樣 現場看到很多名牌都排了長龍 這個設計都是全露天 真是很熱很熱 熱到都沒有心情走 還有周圍的名店 全部都是大排長龍 不知道是否那些名店 好知道台灣出名喜歡排隊 所以明明店裡沒有什麼人都要製造虛狠的畫面 沒有冷氣真的很熱 我都沒有心情走 加上其實那些牌子的設購 真的不多 說真的 香港的牛奶還不上去 最後我們就在咖啡店裡坐了一會兒 看看冷氣吧 當然是 吃蛋糕就離開了 冰米巧克力 和英式水果茶 對 好熱 好熱 對 我在快閃完台灣 現在去Banko了 對 我們現在炒太行 由台北直飛到曼高 開心呀 好熱 說回主題了,我們現在搭泰航,由台北飛去曼谷 泰航在台北桃園機場用Terminal1 而他的盟友長榮航空是用Terminal2 所以泰航就用不到長榮航空的午餐 當日就派了一個Prasa Premium的邀請 用Prasa Premium也不會有什麼期待 正正常常有些東西吃,有些東西喝喝 晚上的時間來到也不算太多人 也算是找到位置坐,其實午餐不是太大 跟香港的差不多 坐了一會就曾經坐去購物 在T1也有愛馬仕 各位女士都可以去碰碰運氣 不過我當日就沒什麼運氣 不過其實我一向都沒什麼運氣 不得不提這個甜品其實都挺好吃的 泰航金程機就是用A350飛 採取一個就是121的平坦商務位 當日的機器都很兇 只有七、八個商務客 所以我在這一排想怎樣坐 我有時候坐了窗口位,有時候坐了中間位 不得不提,它有一杯泰航的Signature 那杯飲品,我就叫它Purple Drink 那杯飲品真的很好喝 那杯飲品真的挺舒服的 那杯飲品真的挺舒服的 那我泰航的商務艙給我感覺 就是它也挺多東西看 那些電視啊那些都很多電影 可以選擇 尤其是聽歌啊 它很多歌可以聽 那這裡的空姐真的很細心 那本身呢 我玩了一整天的了 那相機已經沒有電了 那我就問空姐拿一條充電線 那條充電線呢 那條充電線比較難有一點的 那我都很樂意 那不過我找了很久了 那就借了給我充電 那在這裡都加分了 那另外呢 我很喜歡這班機的 其實呢 它有這張台呢 在旁邊拉下來的 不用那麼很old school 在很阻礙你走路的方向拉出來 那這裡我自己就比較喜歡 我們很難開 我們要開場 我們很難開場 我們要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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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 走路 去走路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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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機沒有延遲 準時起飛 設計方面 我很喜歡那些燈 配合自家航空的紫色 那種燈也是那種設計 關燈之後 暗了之後 很漂亮 我個人很喜歡紫色 超有情調 配搭著香檳 起飛不久都已經派了餐 效率都非常高 他就沒有給我看了 我就拍不到給大家看 他也有個主菜給我選擇 我就忘了另一款是什麼 我就選了泰國菜 在泰韓當然是吃泰國菜 我現在選擇這個 就是東金宮大廈 他也蠻好吃的 雖然我自己也能吃辣 我也認為是辣了一點 蝦也蠻大 不過如果沒那麼多飯 就最好多點菜 那甜品方面就是 一個芝士瓶盆 加一個意大利的奶凍 這個意大利奶凍也蠻好吃的 那不經不覺呢 就已經下機了 快樂的時間 應該特別快 那泰韓的商務特別之處 你就可以走一條的快隊 那就 不用等那麼久 那就可以很快地過到關 那其實不單止是泰韓的 那你只要坐商務艙都可以 那這裡當然是非常之加分 畢竟曼谷也是很多人去的 那很快就已經出去了 那我都在K這輪 訂了車 那我就去我今晚的酒店 那三年沒去過曼谷了 自從疫情之後 那給大家看一點曼谷的街景 那其實呢 已經是當地時間的11點了 人來人往超多人 你看多東西 這區應該是中東區 全部都是中東店 店舖 好遠的衣服 那些化妝品啊 那些那些 不像泰國啊 大哥 你看這邊的舖 全部都是阿拉伯文 是全貨 是全貨 那今集就到這裡為之了 那下一集就會開箱 曼谷文化接近700呎的文化客房 早餐真的超豐富 SPA真的超值得去 那想去曼谷坦的朋友 就一定要看了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